好 现场和电视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作之河 我是欧阁道优赛的掌声 欢迎大家的功名 欢迎大家 好 给大家隆重介绍 我们的老朋友 著名的微表情心理学专家 江振宇老师 欢迎振宇 老师好 大家好 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后场的第二演播区 25位男嘉宾 他们今天也是来寻寻觅觅 看看有没有这种成功的可能 来 看看那边 发生什么情况来看看 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天作之河 对这个节目呢 是非常地国际化 那么接下来来介绍两位 一位呢是来自 我是来自美国 来自美国的一位外国游人 那你为什么想找一个中国女孩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 来 方便这位 안녕하세요 韩国人来到中国 我稍微找到了中国 那你喜欢韩国女孩比较多 还是中国女孩比较多 中国女孩比较多 中国女孩比较好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韩国 为什么呢 我说是太多吧 好 她们已经严阵以待了 告诉她们我们这边 现场的观众也好 我们的女嘉宾也好 包括电视间方也都 全都准备好了 拭目以待 今天到底能不能成功 来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闪亮金牌 大家好 我到陈玉玲今年23岁 我是一名田津运动员 欢迎陈玉玲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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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天壮之盒 来 可以来看看你 你这个挂着几枚奖牌 可以 先确定哪个是金牌 这个是金牌 这是金牌 这个是我当初在那个 2013年澳大利亚青少年 对 澳大利亚的 对 1500 对 然后这个是我印象中 最深刻的 这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对 这是 这是一枚银牌 银牌 虽然是银牌 对 这是我当初在参加 八百米的时候获得的 八百米 我当初是带着伤 对 八百米 厉害 厉害 掌声再次送给玉玲 谢谢 我想问你现在已经退役了吗 对 因为有很多受伤 就是我身体很多不行 然后就已经不能再练了 我们经常说 运动员为国增光 这个做了很多很多的牺牲奉献 没错 国旗升起 国歌响起的时候 运动员情不自禁 都会饱含热泪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而且这个付出 背不住 会拿你一生的健康 来做代价 是 是吧 是 真的是 所以不管怎么样 哎呀 满怀崇敬之意 再一次送给我们的小玲玲 谢谢 好 所以这个几个金银铜牌 这个我相信已经打动后场 我们25回男生了 还有没有什么更 怎么讲 个人化的一些才艺来吸引他们 这样吧 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 健身啊 然后减肥什么的嘛 因为我看赛场有很多美丽的姑娘们 然后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很想学 对不对 所以你准备带大家来减肥操 对 我准备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动作 好 来 掌声有请 来 比较简单 来 这个是在居家生活当中 其实面对着电视机 随便在哪儿客厅卧室都能完成的 嗯 是 对吧 这个管用吗 这是比较简单的动作 管用吗 这个是一般都是要做 就是运动之前的一些热身 好的 来 陈玉玲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奖牌 获奖 他之前这个投身的这个田径事业啊 包括刚才那个减肥的操 有没有吸引到我们后场的男生 我们来看一看男生的心动指数 有什么变化 心率改变 最前面的八位男生啊 最厉害的增加了23跳一分钟 来 我们有请八位心动男生 闪亮登场 你别说 上来的男生还真是感觉当然各有特色 但是还真蛮运动风的 跟你蛮贴切的 感觉怎么样 先告诉我第一感觉 都很帅 都很帅 看花眼了 一会咱们再就近一个个认识 来 看一下陈玉玲的一些基本资料 请看大屏幕 这名陈玉玲 年龄23岁 性格活不开朗 爱好表演和跑步 职业田径运动员 恋爱次数两次 喜欢男生的类型 成熟 稳重 幽默 身高比我高10公分 最后一个最好量化 你身高多少 1米72 72 1米82 对吧 1米82以下的男生请举手 几位 1 2 3 4 5 感谢你们参与 请回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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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你这样一弄打击面很广 没有 其实这些都是要求 但是如果说喜欢的话 演员队的话 其实要求都不算要求了 1米52也可以 这只是一个界定标准 不要太在意 OK 好了 这是我们雨林的一些 基本的状况 来了 我们听听我们的八位男生 的自我介绍和自我展示 来 有请 1号男嘉宾 好 女嘉宾你好 我名字叫蒋康磊 那和你一样 我很爱运动 但是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是我的耐力不是很好 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有试过 想提升自己的耐力 可是跑了800米 我就受不了了 而且就 自己都会很痛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 你长这么帅 你根本就不需要运动了 还要帅 OK 好吧 他其实说了半天 就像有一个教练 是吧 带不带不 是这意思吧 人家没经历 你都长二 你呀 根本你不用动 也太帅 来 2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是2号 我叫唐紫阳 我跟1号男嘉宾差不多 我也是爆发力特别好 但是耐力特别差 我也想问 就是我扁平补跑 跑不会很累 那其实最好是不要跑 因为这样很伤害你的身体 来 3号男嘉宾 你好 我是3号那个 颜 我从韩国来的 我是韩国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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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海住一个咖啡厅 然后 我已经住过了教练了 然后我们 你喜欢运动的话 我们可以就 今天想一起说的题 好 OK 对 这是一位 斯米娜 欢迎你 来 我们叫4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叫方宇杰 今年32岁 然后的话 现在自己有一家文化公司 然后也在做金融方面的 这样一些工作 然后其实 我家小区旁边有一个广场 然后广场上经常 晚上的定点 定时的时间 会有一批广场舞大妈 其实你前面让我改观了 对广场舞一些动作的看法 原来跳的人不同 但是跳的动作是一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美的 如果生完了之后 正式的运动 你就会听得很熟悉的 就是 你是我 OK 来 5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是来自浙江宁波 我叫潘豪杰 我今年25岁 其实刚刚那个 女嘉宾刚刚刚有说一句 就是长得不好看 其实你长得非常可爱 知道吧 谢谢 对 然后的话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 就是不怎么爱运动的人 然后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 女朋友的一个角色的话 就是说怎么去说服男朋友 就跟你一起去锻炼这样子 就是硬说服啊 硬说服啊 对啊 就是每天定时定点 叫你起来陪我去跑步 然后陪我训练 谢谢 来 6号男嘉宾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叫范利 我是从事的是市场类的工作 因为你是练田径嘛 是跑步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些运动 像跑步这样的 就好像你很难让人就是有特别大的这个兴趣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跑步的乐趣的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是这样 就是跑步的确很枯燥 尤其是对于400 800 1500这样长跑 每天就只能围着操长跑 但是当你发现你跑步的时候 可以想到你所有开心的事情 而且尤其是在你赛场上比赛的时候 当你冲破那条第一名的杠的时候 你会感觉那样的喜悦是无法实验的 就是那种感觉只有你一个人能知道你有多开心 而且所有受的苦 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值得 7号男嘉宾 哈喽男嘉宾大家好 我叫吴奔 我来自浙江今年25岁 是一名的模特儿 我一直觉得这个跑步啊 非常的枯燥 如果你能把这个当做你的以前一个职业的话 肯定是很厉害 而且有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 然后我觉得一向运动体现一个性格 肯定你是这种接人不把性格 那肯定不用说 这种人肯定很适合做老婆 谢谢 OK 谢谢 来8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是来自安徽 刚才我听前面几个男嘉宾 都在介绍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可能说挺潮流的啊 可能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个行业怎么看待啊 可能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个行业怎么看待啊 一个比较古老的行业 古玩鉴定 不知道你对这个行业是怎么看待的 这个的话我觉得跟我跑步很像 就是他一直要盘去用时间去盘 然后你花了时间以后下来的一定是最漂亮的 好 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8位男嘉宾 好了 第一轮的介绍展示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来 雨灵 8位当中淘汰 一位 请选择 8号男嘉宾 他是最后一个刚刚说完的 结果你还是把它干掉 就因为 身高吧 那没有办法 你就是拥有再多古董恐怕也够强 有什么话要给他 首先第一点说我蛮喜欢的类型 如果说有缘无分 那中淘汰也蛮好 OK 好 我们也谢谢8号男嘉宾来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 好 这是第一轮 第二轮 要进行更精密的筛选 7位男嘉宾将要淘汰两位 淘汰的方式 由陈雨玲给大家出题目来考核 开始 皮刹吧 哎 皮刹 你怎么 阿子拍吧 1号你先来吧 1号你先来吧 好 李嘉宾 我必须要坦白讲 我的形体课也很懒 经常被挂科 你不能跟我 好精力啊 好 了解了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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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这个不太行 算了 这个确实比较难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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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3号 我爸应该还行 对对对 这是沈教练吗 好 这个腿是最直的 4号 来 这是我们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 我们说保护他的衣服 而不是他的人 小心捆了 他也能扎个马骨就不错了 保佑 这怎么弄 他说 这怎么弄 这怎么弄 红呗 还你抬上去 还 还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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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 继续做还是继续 不是继续回去好了 陈雨林同学 出的什么时候无主意 鼓励一下我们的4号男嘉宾好不好 很投入很投入 OK 即便你一会被淘汰了 我们也会允许你倒退的出去 OK 好吧 5号男嘉宾 好 几千了已经 已经几千了 对对对 来 6号男嘉宾 从来没做过这个 从来没做过这个 从来没做过 我还可以哦 哇 可以可以 你真的没做过吗 真的没做过 我感觉好像一直在练呢 7号男嘉宾 我尽力尤为 好 好厉害 超好加分 为师模特 不比你他多漂亮 加分啊 不愧是模特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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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人家重心最高 4号不但衣服要扣一点点分 智商也要扣点分 我就说你那个衣服危险 你还不信 还非得毕竟做 我觉得这个裤子 裤子坏了没有关系 但有时候爱情错过了 就真的错过了 非常好 这话说多棒 不过这话是对 我觉得把两个东西 放在一块 总觉得很别扭 肤子破了没关系 爱情错过了 好吧 但是我们还是很钦佩 你的这种投入 所以第二次选择开始了 好的 你会淘汰四号吗 我建议不要淘汰四号 四号聚伤不高 但情伤非常高 刚才那个一转 完全又加回来了 非常厉害 第二次选择 七位淘汰两位 请开始 一号 六号 跟我们说一说理由吧 淘汰一号的理由是 不知道演员吧 又是演员 对 我看人很注重演员 有没有感觉就是 第一位 就是感觉他很好 嗯 嗯 很帅 但是就是没演员 但是感觉就是没演员 不是 就是感觉 是做兄弟的 好 你是他失散多年的哥哥 对 还这个结局是吧 还这个结局 六号呢 六号做得不错啊 嗯 因为六号戴眼镜 啊 对 因为我不喜欢近视这男孩子 哦 你是真近视还是 真近视 真近视 哦 有有有 好吧 那 很抱歉了 那六号有什么话 给到你嘉宾 我还是会很支持女嘉宾 因为我觉得她蛮优秀的 而且她的那个笑容啊 特别有感染力 很感染 对 谢谢 好 来掌声 再次也感谢我们的 一号六号两位男嘉宾 谢谢你 谢谢 看一下我们女嘉宾的 这个情感的关键词 和情感期许 关键词 祈祷笑船 职业生涯 情感期许是 我的世界独一无二 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故事 是这样 就是在没有生病之前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 真的很热爱跑步的人 然后我也很想出成绩 然后我那个时候 就是每天我都会在想 怎么样就是 能够让我专业课 就是更好一点 然后 可是那个时候嘛 就是 但是就是关键 就是感情问题 感情就是破坏了一切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在那个时候 我就是喜欢上一个男孩子 然后那个男孩子呢 就是跟我一点都不合适 可是我就是喜欢他 我觉得我为了他 就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太让我失望了 他做什么 就是嫁我去比赛的时候 他喜欢上我朋友了 然后 等会儿 这个时候 你们早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对 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很短一个月吧 刚刚开始一个月 对对对 结果呢 你要出去比赛 对 他喜欢上你的闺蜜 对 我那个时候是 也不喜欢留长头发 我就是一直喜欢自己短头发 然后我闺蜜是长头发 然后那个男孩子 可能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 然后他就把我闺蜜 约出去玩 然后去KTV唱歌 然后唱歌的时候 他们就玩骰子 然后他认我闺蜜做妹妹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最喜欢的人 变成兄妹关系 然后他们的感情 比我跟那儿要坚固 就是他每天都会问他说 妹妹你吃早饭了吗 你在干嘛呢 然后什么什么的 然后甚至会说 你想我了吗 到这儿 不管怎么样 名义上看 还没有过分的地方 对 是还没有过分的地方 可是后来我发现 越来越不对 然后他们会瞒着我 就是去约一起去看电影 一起吃饭 两个人吗 对 然后我都不知道 所有这一切 你刚才说的 两人之间的这种谈话 这个所进行的很多过程 都是你事后知道的 还是当时你就知道了 我中间就知道 可是我一直在忍着 你怎么知道法 你是 因为你并没有他们两个 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 还有一个好朋友 是住在一个寝室的 会听到他们经常打电话 对 就是 可能说是你的闺蜜 跟你男友 我有两个闺蜜 你还有一个闺蜜 在暗中窥视这一切 对 及时把信息 然后传递给我 传递给我 他一开始不知道该帮谁 因为我那个 就是两个闺蜜 谁都没有错 错的就是那个男的 是是是 我生气啊 然后我就想要努力训练 就是 跟感情一切 一切爱情都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我就是想好好训练 把这个弟子 就是全部用在训练上 话非同为力量 对 可是我败了 比赛失败了 不是 败给他们俩了 然后最夸张的是 那个男的 中间有一次给我 我跟他分手 你跟我在一起好吗 我爱你 给你的规律 对 他才认识多久啊 就这样啊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是很人渣啊 这个男的 我就很难受 每天都是自己忍着 然后后来 我不知道自己有烧船 然后我就 就很久了 就是见着就消愁 然后后来 有点难受 然后就是一直 我给你掌声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这一个毕竟是 劫害伤疤的事情 就是一直去回想 然后 就 心里很难受 然后 然后后来我就 就结束了这一切 然后 笑船发得很厉害 然后训练也不能练 然后 跟他也结束了 然后跟我朋友 也有隔阂 就一下子 失去了很多 都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东西 对 然后就 觉得 很渺茫 就是说 只是这种 暧昧 这种混沌 这种不清不楚 这种 搞得你 非常的心烦意乱 是 是吧 即便到最后分手 也没有再解释 分手就分手了 即便分手说 他会觉得 从来没有开始 他跟你 从来没开始 他会觉得 我们从来没有开始 七号男嘉宾 我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下 你刚开始说 你特别喜欢他 对吧 然后 觉得他 老文俊 你知道他不适合你 但是我想知道 你觉得他喜欢你吗 喜欢 对啊 如果我不喜欢他 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我喜欢他 他喜欢 对啊 两项其愿的是 你看 你把它做成这种 只有异想其愿 结果我觉得 可能会不是很美好 那不管 关键是他喜欢 来来 四号 然后 雨林你好 其实 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在刚刚讲述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是 带着很多的情感 带着很多 咬牙切实的那种状态 去诉说的 你这一段感情 那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你还没有走出来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你 你是不是今天来到这里了 你已经告诉自己了 你要开始一段真正的感情 或者说你要开始一段真正的爱情生活 把过去的都抛开 有没有做好这样一个准备 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 已经不是喜欢了 更不是说想念或是怎样 我只是觉得 这样一个人在我生命中 是对我人生的一种成长 就是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就是包括让我知道 就是我尽量还会有这么傻的一面 就是我很开心 我收获了很多 你确定吗 真的 就是尽管我这样被伤害了 可是我觉得 但是到头来 我并没有失去什么 就只是这样 是让我心灵是一种磨练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名运动员 如果说连这点磨练 都不能完全地去抛开释放 那我真的配不上这三个字 二号 女嘉宾你好 你好 那个时候年纪挺小的吧 就是谈那段恋爱的时候 三年前 对吗 那可能就是双方都不太成熟 这个也正常 但是我是想说啊 就是你现在还会不会用 以前那种心态 就是我喜欢你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不管你怎么样的人 我反正一定要跟你在一块 你是说怎样的感情 就是感官吗 对啊 就是在一起舒服就好 好 在一起舒服就好 好 开心就行 OK 开心就行 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啊 现在他是两个人开心就行 两个人开心 当时是他自己开心 了解了解 这个欧巴有没有问题 但是两个人的恋爱是 两个互相一起 共同的一个 找到一个 两个人开始的一种玩具 就是他说 我觉得你现在说 你很喜欢他了 但是我觉得 我想的是 你很喜欢 你自己喜欢他的 知道我对什么吗 就是我自己在骗自己 对吗 对对 你最喜欢的是 但是我希望他的那个感觉 但是就没有那么健康的机器 你应该找到那个 那个反对的人两个一起 不相关 怎么可以这样 没那么简单的呢 刚才这五位男嘉宾 在询问问题的时候 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 你觉得谁 更能成为 你所选择的对象 淘汰三位 只留两位 好的 好吗 好的 请选择 第一位 三号 第二位 五号 最后一位 四号 他很开心地把你们干掉了 来告诉我们淘汰的 三号男嘉宾是因为 语言 语言 对 文化背景 好吧 四号呢 淘汰的原因是因为 他喜欢穿西装也太正式了 就是 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啊 他是个孩子 五号 好吧 没有就是 就是感觉 不是你的帅 不是不是 就是很帅 但是 配不上他 四号来 关于西服的话 就是 这有可能跟我工作的关系 第一个 我比较适合穿西服 第二点的话 我想说 其实你刚才的那段感情经历 我个人的判断 其实 我也不太会选择您 因为我感觉你还没有走出来 对 我没有时间跟你去做一个成长 就是 我也希望能够跟你快速的 有年龄的关系 第三点的话 就是 你前面的这个动作 真的很像我们 门口广场舞大妈 这个是吧 然后我做看视频 就专门这个动作好吗 好 谢谢 好吧 三号有什么话吗 我很希望 希望你找到一个人 给你很多爱的 谢谢 好 我们也谢谢 三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参加 好吧 现在两位男嘉宾 你们进入到权力反转 来 二号 请和两位男嘉宾 请去往幸福之门 两位男嘉宾 会不会出场 有几位 会走出幸福之门来 三 二 一 再次有请 两位男嘉宾 会不会出场 有几位 会走出幸福之门来 三 二 一 再次有请 来 我们听听我们的这个心理学家 我们的老师的建议 我的分析是 你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体会过一种 被宠爱的感觉 被男人宠爱的感觉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当然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希望 但是你碰到了之后 你却没有办法分辨 因为没有基础嘛 给你个建议 你应该找一个 对你很用心 很宠溺 但是又能跟你吵架的人 然后这个男的会把你教得成长一劲 长大 长大了之后 这男的就不是你的老公了 然后你再换就好很多 但需要有这样一个人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需要把自己定位精准 比如说刚才我问你的时候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现在还走不出来 这段情感的话 那我怎么能对得起 运动员这三个字 非常抱歉 你现在不是运动员了 你在这个社会上 立足 生存 见人 跟别人互动 发展关系 做生意 挣钱 包括将来结婚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 你要定位精准 如果你自己定位不准 别人没法宠溺 我特别同意 正宜老师的一个观点 惊恐一下 找一个爱你 不比你爱他少的男人 试试看 也许会更好一些 好吗 谢谢你 掌声送给他 以后的话 遇到在一起开心的人 就尽量珍惜了 本栏目是由 花生加牛奶 好和样做 大力量花生牛奶 冠名播出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 大众婚恋交友平台 有缘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请大家去关注 有缘网的微信公众号 找到你的有缘之恩 找对象 上有缘网 听说之后 由六贵夫珠宝联合 特别播出 买好钻 超划钻 六贵夫珠宝 天作之河 牵手嘉宾礼品 为由六贵夫珠宝 提供的天作之河系列 钻戒一枚 买好钻 超划钻 六贵夫珠宝 本节目由 海伦 凯乐 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关注广东类视 微信符号 或者登陆 荔枝台官网 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闪亮 等待 大家好 我是柯柯 那我接下来就带来一段 王妃的活动 谢谢大家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你 却有尽头 想去离开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 会缺不朽 你好 欢迎 欢迎 因为你的歌声 你的这个出场 使得他们心动 发生了变化 来看看 吸引到哪八位 心动过速的男生 来看一下 第一位 变化最大的是 心跳增加了22点 来 有请八位男生出场 真不错 好吧 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是心动过速了 有反应上来了 看到女嘉宾的一些情况 来 我们再看一看 她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性命科科年龄24 性格外相开朗 爱好做饭 跳舞绘画 职业是网络科技统筹 恋爱次数一次 喜欢男生类型 外相阳光 身高1米8以上 好吧 来 看到她基本的资料 来借行一下自我 如果已经介绍过了 咱们就不赘述 就可以自我展示一下 好吧 来 1号男嘉宾 从你开始 女嘉宾 你刚才我在台下听 就是你唱歌唱得很好 那我也随便唱一首 我应该唱得没有你好吗 哦 歌以琴歌对唱好吗 哦 好 你应该会的 一路想拥有你 我一点也愿意 就算是为了分离而我相遇 一路想拥有你 同一点也愿意 你唱我超上去了我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你俩唱得真好 就是始终不在一个调子 是是是 男Ki女Ki不一样吗 二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名字叫蒋康雷 那你刚才是清唱对不对 如果以后有我在的话 就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哎呀 真好 鼻子 掌声 好 来 三号男嘉宾 女嘉宾可可你好啊 你好 我叫邱先生 来自美国 今年我是28岁 二号你要跟我做比较吗 我也会做鼻子 来一段 来 你们来 切磋一拳 你想我先来吗 所以我 二号记住 我其实今天刚刚学 好好好 刚刚在场下刚刚跟他学了一会儿 刚学啊 对 刚刚跟他学了一会儿 那我得说实话 他如果真的是刚学的话 三号男嘉宾 球先生 对应该 他那个音箱比你好 对 他的潜能应该应该很好啊 好 来 五号男嘉宾 女嘉宾好 欧哥好 你好 女嘉宾你叫柯柯 然后我是叫冯继平 但是我有一个绰号 就是我朋友都叫我土土 就是那个 大耳朵土土 土土 我是爸爸 妈妈 心爱的小孩 对 就是这个 六号男嘉宾 哈喽 柯哥你好 你好 我的名字叫周盈 今年三十岁 不用故意叮嘴角 今年三十岁 那个来自上海 我的职业是广告语 和你办个职业 我唱首歌吧 好 职业唱高头吧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谢谢 七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来自周盈宁波 我叫潘豪杰 平时的话我也挺喜欢唱歌的 那我就跟着风吧 我也唱两句 好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我想你的夜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让爱再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 真假音转换很厉害啊 OK 八号男嘉宾 大家都唱歌 搞得我不唱不行 我就唱一唱首吧 没唱过爱情的 因为以前没唱过恋爱的 我想想 因为女孩喜欢外向的男生 我唱个五环之歌 来吧 啊 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 啊 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谢谢 好 好有勇气啊 好吧 来 欢迎我们的八位男嘉宾 在整个介绍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做出判断 你首先要淘汰掉一位 请选择 三号 高度淘汰他的理由是 首先很欢迎外国友人 你好 那我觉得他还不够外向 OK 三号 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给到男嘉宾吗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OK 谢谢 加油 好 也谢谢你来参与 谢谢 OK 好吧 现在第二轮 第二轮 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考核诸位 从这个考核当中我们将要淘汰两位男嘉宾 请开始 我这一轮呢想讨大家的备活量 让大家同时吹气球 吹爆气球 在我们现实的时间之内 前提是要把它吹爆 谁最先吹爆就算完 好吧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我这说八号最厉害 开门红八号 继续 继续 一号有信 很快了 很快了 不行了吗 就最后一点点 还行不行 差一口气 好吧 好吧 早饵 这个质量太好了 这个苦 没想问一下 确实有点好 七号男嘉宾没你什么事是吧 没有 没有七号 看起来 看起来 你再试一次 你怎么没气啊 没放我 哎呦 有位 七号 七号 七号看一下 好事啊 好了 算了 哎呦 哎呦 二号 二号 哎呦 谁 五号男嘉宾 吹着气球都差着身影 好好好 不做了 不做了 谢谢 你已经有观察了吧 是 心里有数了 有 来 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男嘉宾 谢谢他们 别做一个节目弄出废病来 好了 现在要挑选了 请进行第二次的选择 淘汰两位男嘉宾 第一位 六号 四号 为什么 因为六号在这个环节当中 没有太过的互动 没有太多的互动 对 对 四号 四号始终还是熬这个造型 他觉得好像那个造型比较重要 我的形象不能被那个气球给吹破 完了 因为你们都干过模特儿 所以他非常懂你这个心理 是 这个心理让他接受不了 好吧 有什么话给到女嘉宾 六号 我也猜到 下一轮就淘汰我 所以说蓝色配蓝色没用 最后留一下我好朋友吧 他私底下是我好朋友 是八号 感觉好像你让给他 其实不是 我知道 我测的那个飞火量 但我知道他肯定是第一 OK 他应该拿个热水带水 四号 我觉得女嘉宾特别自信 加油 终于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 OK 好 你也是 心态特别棒 谢谢两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 好了 这是我们第二轮 第三轮将是最残酷的一轮淘汰 五位男嘉宾要淘汰三位 最后只能留两位 好 来 看一看我们女嘉宾的情感关键词 情感大明目 关键词是事业型 外冷内热 情感继续是潜力 其实外冷内热讲的是我 其实我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热情 我很冷 就感觉像那种很高冷 但是其实接触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很逗逼女神经系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被我的外表 还有我的身高可以局限住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事业型 我是觉得男生这一块的话 以事业为主没有问题 然后无论他是在创业阶段 还是已经是创完业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过程 我都愿意去陪伴 所以这个事业型说的不是你自己的故事 但是其实我也是属于事业型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就是 应心规定我另外一半也是事业型 因为我们俩都是事业型的 如果感情这一方面出了状况 也不会说特别的麻烦去解决 因为可能是会 对攻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想 我原来以为你这个事业型 包括外高 外冷那个 指的是 你在之前简单的情况介绍里面 那唯一的一次恋爱经历 跟那有关系吗 有一点关系吧 然后其实要看我24岁 那个感觉我那个挺花心的 但其实我真的是一本正经只谈过一段 然后那一段也是三年了吧 维持三年 是因为太熟知对方的一个性格 就觉得要么结婚 要么就不要在一起 做普通朋友挺好的 真的是这样 OK 所以那段持续了多长时间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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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不容易的 走了多长时间 是 三年 这个真正的分手的原因是 因为都是事业型 还是 对 他是事业型 你也是 其实我也是属于事业型 但是我 如果碰到一个男生 我更愿意去做他幕后的小女 所以最后你们俩没能走到 没能走到一起 但后面呢 是因为我们的感情 没有出现任何的破裂 所以会跟他有 就是普通朋友 释然了 你指的没有破裂 指的就没有弄得很不堪 没有 还是做好朋友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没有最终走下去的 真正分手的原因是 性格这一块 再往下去走的话 就走不下去了 就直接还不如 在期间中断 做朋友 天哪 有点云里雾里 几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你想对他进行喜问吗 5号 你还没上台到现在 就给我一种就是 很高傲 很自信的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 你不像一个小女人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一定要吃掉你 就是你要听我的 一开始接触 都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判断 就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你们最直观地表达出来 但其实 是错的 是错的 真的 无所谓 我不在乎 因为我喜欢就是人家听我的 哦 对 就算是你只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 你也觉得这个状态有一点 会有一点 就是OK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入场的时候 就说不要被我的气势所吓到 这些只是表面的 对 很数五飘渺的 你最直观地接触我是这样 其实可能到了台下 我就另外一面 五号还是一脸懵懂 我给你加个注解 他那个样子就是得分跟谁 哦 看不上的当然就很高冷 看得上的可能各种服帖 得分跟谁 我懂 好 来二号 二号男嘉宾 其实我说在场的男嘉宾 都被他吓倒了 其实我感觉女嘉宾 跟刚才这个老师说的是一样 他分人就是像对比 一辆小车旁边停了一辆大车就显大 但是旁边如果他遇到公交车他就显小了 他的吓人是因为他有舞台经验 所以他在这上面他是比较拿手的 状态跟你们不一样 显得游刃有余 对 他会很会操控这个舞台的力量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你对这个外型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求 因为你看我 包括二号男嘉宾好像都站在你旁边 有点像你弟弟的感觉 是不是穿着我 我是觉得不用太流气 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气场 感觉他的外形也好 然后跟他说话的那几句话就能知道 我大致判定他以后是跟我什么关系 好 谢谢 好 来 七号 我问一下女嘉宾 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你是会主动去表达你的心意吗 会有可能主动吗 其实我是觉得 呃 磁场这个东西 如果是我喜欢他 他也喜欢我 这个事情是感觉得出来 从他的谈话当中也能知道 他或多或少会对我是哪一种情感 好 来来来 二号男嘉宾 好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听完刚才你的故事和你的介绍 然后你之前的职业是模特嘛 那我知道在镜头前你很专业 所以我想确认你是会因为事业而 更不偏向感情一点的那种 会 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是觉得 事业更加 女生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OK 八号男嘉宾有问题吧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 没关系 因为我说实话没谈过恋爱 也不知道恋爱是什么 你真没谈过恋爱 真没谈过 然后我 以我不多的理论知识 人家都说 爱之深恨之切 你们这个分手的还在做朋友 这个我这个没法理解 是不是你们准备分开一段时间再复合呢 肯定会有男嘉宾提出这样的质疑 我放下就是放下了 就不会去说 什么前男友藕断丝连这一些的 这我会分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我的前男友有遇到他适合的女生 我祝福 万一前男友再来找你怎么办 前男友再找我 那是他的事情 因为我跟他以前的情感交流 已经是过去式了 8号的给我的感觉 他现在所有的问题 是已经跟你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而且马上就谈我论家 那你得给我消除心理的障碍 对不对 他会不会没事还来找你 万一就是跟前男友又发生这什么事 对你跟他又那么熟 这个太美貌了 我这个压力太大了 搞不住 搞不住 好 OK 好了 五位男嘉宾到这儿了 最后一轮淘汰三位 留下两位 好吧 来 可可 请选择 第一个你要淘汰的是 二号 第二位 五号 第三位 还剩下 一 七 八 三位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 告诉我们淘汰他们的理由吧 二号 我是觉得可能 我更倾向于跟你做那种 那种哥们 有 他刚刚讲到了 你穿衣服有点流气 所以这个风格不是他男朋友的风格 懂 是哥们的风格 好吧 那我们按顺序 五号呢 看到我有点紧张吗 你看到他有没有点紧张 我可能是 被你吓到了 所以因为这个 你觉得他有点 对 我是想让他到后台 早点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是 来 那一号很放松 对一号 太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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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就 松过头了 好吧 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一二五 三位男嘉宾千 你们参与 8号 7号 两位男嘉宾你们获得了全力反转的机会 两位 请去往幸福之门 两位准备好 三二一 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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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两位 神奇的对视时间 开始 好 时间到 8号男嘉宾 请伸出你的右手 向女嘉宾表白 说实话 从来没表白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只是觉得 同意就这么做吧 不同意 我就下去 你愿不愿意接受 8号男嘉宾的表白 不好意思 8号 祝你幸福 你也是 谢谢 谢谢八号男嘉宾 我们把掌声送给她 谢谢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也谢谢 可可来探家节目 也希望她 心想事成 好不好 好的 掌声送给你 谢谢你 谢谢 我还有期待 16年的时候 能在我事业有所突破的情况之下 能遇到 比较合适的另外一班 天作之河 由六贵福珠宝联合特约付出 买好钻 超华钻 六贵福珠宝 天作之河 牵手嘉宾李敏维 由六贵福珠宝提供的 天作之河系列钻戒一枚 买好钻 超华钻 六贵福珠宝 有工作狂信心的 然后我希望她对自己有要求 对我也有要求 谢谢 谢谢 好 掌声再次欢迎苏浅昌 你好 你好 欧哥哥 你好 你好 接下来浅昌 除了这些基本资料介绍 用什么方式 来打动一下后场男生的戏 我就唱一首 比较清新浪漫一点的歌吧 好 来 我们掌声送给浅昌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浅昌 来 我们看一看你的出场 以及你的歌声 有没有打动他们 来看大屏幕 你看看 增加了22条 这是八位变化最大的男生 来 有请 变化最大的八位男生出场 欢迎你们 好了 八位男生肯定都听到了 苏浅昌的歌声 我们来看看 基本的一些情况了解 姓名苏浅昌 年龄29岁 性格忽冷忽热 爱好旅游 星座看地图 职业外资银行助理 恋爱次数三次 喜欢男生类型 理智稳重有内涵 大叔控 对 大叔控指的是 像您这样的 是真的 可不可以 给到一个年龄段的限制 我觉得35到45岁左右 我都可以接受 比你小的呢 或者说跟你同龄的呢 你考虑吧 他能达到大叔的积累 他的心智和阅历 我觉得可以是考虑的 OK 谁心里年龄比较老的 2号不要故作镇定 现在轮到我们的8位男嘉宾了 来 1号 从你开始 姐姐你好 我看到大叔控三个字 我就心知肚明了 来 听一听 2号 女嘉宾真的是很不错 然后我就觉得 你要真喜欢看地图 我那里有很多地图 4号 Hello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呢今天25岁 我来自浙江 然后刚看你这个自我介绍的话 说我喜欢大叔控 那我今年25岁 其实也是属于小辣肉了吧 也不算是小鲜肉 对吧 那像我这款的话 你会考虑吗 我有一个可能 也比较怪癖的观点 我觉得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的话 你没有办法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5号男嘉宾 好像我们有很多同样的兴趣 我也喜欢行作 也喜欢看地图 因为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 好 6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可能就像刚才很多嘉宾在说 年龄上不符合你的标准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比较符合 就是你可能说喜欢去探险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也是私自做 7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你好 然后我介绍一下就是 我的新作是那个射手座 我觉得射手座和私自做的人 应该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组合 对吧 8号男嘉宾 看了一下其余的七位 我觉得只有我比较符合大叔的这个年纪 我应该比你大两岁 你是87的吧 是的 对我85年的嘛 然后因为这个成长经历的关系 其实我的内心也非常的大 然后年纪比较大 好 来 谢谢我们掌声 谢谢我们的8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的参与 现在到了第一轮淘汰的时间 来 8位淘汰掉 一位 请选择 2号男嘉宾 2号男嘉宾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说我觉得可能 你应该再去前缘 对 有点难度 前缘 好吧好吧 来 掌声 谢谢2号男嘉宾 谢谢2号男嘉宾 谢谢 好了 回到现在第二轮 我们的7位男生 要进行第二轮的考核 这轮考核 将由我们的女嘉宾苏简畅 由她来出题 我有一个就是情景的模拟 你在逛街的时候 你和你的现任女朋友 遇到了偶遇 但是呢 她旁边有一个很帅气 又很有气质的男生 你们像这样走过来 你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7位男生 你们会做何选择 严谨一盖 是走 是装作没看见 是扭头担紧 躲避他们 还是迎上前去做点什么 说点什么 OK 3 2 1 请安排 来 我们来看一看 1号啊 我这边角度看的是 迎上前说点什么 说点什么呢 说点什么 以我的性格 我会上前 然后我会示意我们的身份 我会搂住我的女朋友 会给她一个比较亲密的招呼 我会示意出我们是男女朋友 然后我会让她玩得开心一点 OK 好吧 3号 我会上去跟她打个招呼 然后say个hello 然后就是说 抽谁say hello 嗯 差不多 那我就是过去 就是跟她示意一下 我就让她能看到我 然后我就会上前 然后跟她就是说 做简单的交流 然后觉得她玩得开心 就并不是说我要示意 我是她男朋友 你不想 我不想就是说 在那个男的面前示意 对 我意思是因为她可能就是说 跟那个男的 或者是同事朋友啊 客户什么 万一他们在谈个正事 或什么 我不想就打扰他们 我只是说看到就是说 打扰招呼 就基本的就是礼貌嘛 礼仪礼貌 OK 好棒 来 4号男嘉宾 其实我跟前面 两位男嘉宾也差不多 你是上前打招呼 打招呼 然后呢就是说 可能有可能的话 然后我就牵着我女朋友 或者我们三个一起逛 OK 你可不是跟他们俩都差不多 而是有差别 你是先跟1号一样 你是把你的身份点出来了 对不对 对对对 第二你跟谁都不一样 你是三人型 你是一起逛 对如果这个男孩子 如果觉得尴尬的话 他可能会找个借口 或者可能会离开 或者怎么样 对如果他跟我女朋友 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 可能呢 我也会尊重他们 让他们去把事情处理完 然后我在边上 可以等一下我女朋友 你等着他们办事情 OK 5号好简单 嗨 是嗨吗 就没有了 对 无论我是怎么感受的 我还是会说你好 对吧 跟他打个招呼 我还是会跟他们俩聊聊天 然后就很正常的样子 OK 6号 礼貌性的招呼 我觉得做一个男孩子 成熟的表现 不是去打扰别人的生活 因为首先第一点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吧 然后我想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这个女友是同居过后的 还是未同居的 这个要问的 这个有区别 如果说是同居过后的 我会在走的时候告诉他 我说今天晚上我做好饭 你今天回来吃饭 更不美了 其实更烦 对啊 一个内加权 一个外加权 天哪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来 7号 写的比较多一点 OK看看他写什么 嗨潜唱 有这么帅的朋友 不早点 介绍 介绍给我 认识 你很想认识帅男孩 这就是一个比较调侃 开玩笑 不不不 这个完全酸味全出来了 特别酸 你知道吧 理导院都知道了 8号 我上面写的是 哎呦不错 结婚的时候 记得给我发请柬 哇 谢谢 哎呦 因为说实话 我还真的碰到过前任 跟我分手之后 然后他结婚了 真的是 人家说的是现任 人家的父是现任 是现任 是现任 你是美国人还是他是美国人 那你这个也很酸 你这个也非常酸 就算是前任也很酸 对 如果是我现任的话 我会很调整地说 哎呦不错 这个 就跟7号一样嘛 对差不多 你们两个太丢30岁以上的男人的脸了 我觉得太多了 我觉得 你们没有一个人 说到我想的了 为什么不先讲去看呢 你们就直接去做了嘛 这么多可以判断的痕迹 看到自己现任 跟一个很帅男生迎面走过来 种种痕迹 从距离 到眼神 到他们谈笑的表情 到他们看到你的时候 眼神有没有交流 有没有转向 到你 到那个男的有没有尴尬 到那女的是更兴奋的扑向你 还是觉得有点 前后左右为难 这么多吉祥 为什么不看呢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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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己 我就想这么干 我就要告诉我 这是我女朋友 很奇怪啊 结婚的时候发情节 怎么就 哐哐哐哐 自己就冲上去了呢 就特别奇怪 三十岁以上的啊 实在啊 以后不要说自己是八几年的 说自己是九几年的 就是 酸死了 二十二岁小男生 会是你们的一个做法 嗯 好的 好吧 你给到这样的题目的用意是 嗯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和客户一块谈事情 这种情况是肯定会有的 所以我是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不介意我和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一起在外面谈事情 好 好 OK 那么他们的回答让你失望了吗 请选择 淘汰两位 第一位 OK了 好 第一位是六号 第二位 三号 淘汰六号的原因是他这个方法你最不能接受 如果那个人是我的客户或者什么 你一下子把我私人的这种东西都说出来了 呃 我不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 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对 三号被淘汰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了 也就是没有给我留下足够的印象 所以我不会打扰你 但是我会就是按我自己方式 我不会正面打扰你 我会从背后偷偷地跟着你 他这个用中国话讲就是见机行事 对 他要觉得你认他他就认你 他要觉得你在回避他 他就暂时回避起来 然后悄悄跟着 好了 那谢谢我们的三号和六号两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参与 谢谢 来我们的五位男嘉宾来掌声鼓励他们一下 站到了最后一轮 最后一轮将最残酷的一轮淘汰五位 只能留下两位三位将要说再见 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情感的关键词和情感期许 关键词不辞而别 虐爱 期许是大叔请接招 那是我和我前男友吗 当时我和他老吵架 因为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我们两个是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一块回到了上海 其实一起经历过蛮多事情的 交往了多少年了 谈了多少年 两年半 两年半 可是真的很虐 但是你又觉得你离不开 然后当时我刚好得到一份去新加坡的工作机会 其实我半年之前就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一直没有告诉他 准备签证的材料 签证签下来 在自己买机票收拾行李 全部他都不知道 当时我和他是住在一块的 然后有一天 我已经飞走了 然后我从新加坡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就说 我已经去新加坡了 他不相信 然后他挖了一声哭了 他对我的感情也是很依赖 只是说我们两个真的很虐 因为他想要的是一个能帮他的富家女 可以给他钱做生意 我的幸福他也给不了 但是彼此又很爱对方 我觉得爱到后面可能只是因为习惯 你说爱的话他不会拿那些话来伤我 这个电话并不仅仅是告诉他你在哪儿 而是一个彻底 从此我的生活里没你 你的生活里没我的电话 他的一种崩溃 以及你刚才在描述这个话的时候 我从你眼神里看到 你差一点情绪上的失控 我会感受到 其实你们是爱到那种你死我活的 就是彼此的理智都不断的告诉自己要分开了 下去太危险 下去一定不会好 但是情感上不允许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状态 你现在眼睛里都是累 OK 我再问一个问题 从那个这段关键结束到现在有多少事 那是12年的4月份 12年 4年 4年你一直是一个月的状态 对 因为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觉得我变得好像不怎么 太容易进入一段感情 好了 这段感情 这个期许也罢 关键词也罢 当中的故事也罢 我们都听到了 五位男嘉宾 有谁妈的问题 现在可以发问 8号 前面这一段故事 确实有点像小说当中写出来的这个段子一样 五位杂陈 因为四年的空窗期嘛 真的是 我觉得还蛮久的 其实忘记上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 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难道在这四年当中就没有合适的吗 四年我觉得我都是在投身工作 然后其实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人 没有 我提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说你那个时候要去新加坡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买机票啊 包括要走啊 这些归行李啊什么的这些 你都没有让他知道 你跟他的沟通啊 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很多东西都会藏在心里面 其实不会 我到后面我都 我都很直白了 我说其实你应该这么哄我的 你应该这么说 到后面因为我想改造他 就是希望他再知道我想什么 我都说你可以有什么 但是你不要把这句话说出来 你要让我不知道 这样我们就不会吵架 我都已经成这样了 情感特别的那种细腻我觉得他 四号有个问题吗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就是说可以全身心爱你的一个人 对 就是说不要说把对方设定的就是说派条条框框 OK 到这里告一到 接下来马上我们进行第三次的选择 五位男生 潜畅 淘汰三位 第一位 一号 第二位 第二位 七号 第三位 四号 分别告诉我们理由吧 一号的原因是 其实没有太多理由 四号 嗯 其实不是你有个人什么我不喜欢的东西 只是因为要保留的人的那个名额有限吧 七号 名额有限 跟我们的嘉宾靠别 七号吧 从你开始 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以前的感情 而且就是说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谢谢 谢谢 四号 四号 忠心地祝福你 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 一号 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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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三位男嘉宾 你们参与 两位五号八号 你们都进入到全力反转的阶段 两位男嘉宾有请 前去幸福之门 两位男嘉宾 请准备 三 二 一 有请 我以为没有人 我以为没有人 OK 两位男嘉宾都走出了幸福之门 神奇的8点5秒 3 2 1 开始 请伸出你们的右手 请表白 五号先 我是比较成熟的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呀 所以 我觉得可能我们有未来吧 就是我最后走出来了 因为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OK 对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请选择 因为我想要的是一个 对我不纠结 一眼就喜欢我的人 谢谢 谢谢你老外 谢谢你可以欣赏我 谢谢你 再见 好 我们也谢谢两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为什么 会觉得 还是跟自己心理想有差距 没有特别的那种 心动的感觉吧 好了 那在这儿 也谢谢你来参与节目 更衷心的想法是 找到那位大叔 谢谢 谢谢你 谢谢欧哥 谢谢 再见 其实我还是觉得 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只有该结婚的感情 听说之后 由六贵狐珠宝联合 透约播出 买好钻 超划钻 六贵狐珠宝 本期最有个性男嘉宾 方宇杰 将获得由凯伦 凯乐 林志玲专属 太阳镜提供的 精美太阳镜一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的节目 是由花生加牛奶 好人像多 达里扬花生牛奶 冠名播出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 大众婚恋交友平台 有缘网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请关注 有缘网的微信公众号 找到你的有缘之人 找对象 就上有缘网 我是欧哥赵 又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